人只能在我们自己能决定的事情上面去花心思 所谓的收获是你决定不了的 是别人给的或者是机会给的 但是努力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所以你去问说努力就一定有收获吗 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人可以给你回答 但是我们知道不努力就一定没有收获 而努力有的时候是我们能够享受的唯一的过程 至于说很多人最后努力到收获真的来的时候 他都忘了去庆祝 就像我们都忘了庆祝 我们即将点亮我们第一盏小安灯 真的忘了 真的忘了 对 是 努力攀登 祝你离欧佛更近一步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京都念慈安点亮时刻 点亮我们的第一盏灯 孩子们呢 我们已经完成一个任务了 只要我们再完成五个 就可以多一个名额了 太好了 来 一起进入京都念慈安点亮时刻 三 三 二 一 一 亮 他是自动的 好高科技 希望之光